机车后方紧紧追着巡逻远警 民众一看就懂 对接的两人同一时间 拉起地上的麻绳 骑士来不及闪躲 就像跑者直接冲过终点线 下一秒连人带车摔倒地 周遭民众非常有默契 趁骑士还没爬起来 一窝蜂冲上前压制 等远警接手处理 哪一家公司呢 还是逃意外劳 远警一边问话一边搜查 机车置物箱 骑士不发一语 双手上铐 坐在地上发抖哭泣 担心他的身份就要曝光 10号上午11点多 屏東方寮乡东海村 公野一街 巡逻远警发现 一辆机车路口违规闯红灯 上前盘查 骑士二话不说 掉头加速逃跑 警方一路追进巷弄 当地居民目睹过程 建议勇为帮忙拦住骑士 进警方查询身份后 确认软性男子为失联余工 并立即逮捕 全案依依违反 入出国籍移民法 移请移民署 屏东专行队办理 逃跑移工身份曝光 软性男子忍不住黄长大哭 以为一时逃得过警察 万万没有想到 先落入热心民众手中 第一笔 新闻叶凤达 蔡新宇屏东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